倒战人对于马卡都的民众真可谓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是船破再遭大头疯 原来是船池又遇大头疯 但现在实际点应该说是船破再遭大头疯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们说的两个重要摇摆之后 一个乔加州一个北卡出现什么 出现自然灾害了 风瓜特别厉害 老百姓饭吃不上没电没水 有什么呼吸机啊啥的 命要送掉 结果呢什么人挑马康去送 根本送不上去 还出现什么要去送援助 结果还被什么联邦人员拦在边界 不让人进去这种离谱的事情 只许他C码去救灾 不许人家自己去救灾 这样是被什么马斯克给爆出来 现在还在那互相扯皮 为什么要再遭大头疯 就是这一波因为刮风产生了一大堆灾害 这么多人无辜的生命丧失 还没扯完呢 下一波风居然要来了 没错又来一波 这回来的这个叫米尔顿 是个飓风 根据美国人的分类是五级飓风 人话说用他们的形容词来说 毁灭级的才是五级飓风 是最高级没有更往上 所以说老百姓现在已经怕得不得了了 看到之前的北卡 在什么乔治亚附近这个地方 什么田大西 吹的简直一地狼藉 也没有什么人管 还得指着什么MAGA来帮助他们 什么联邦机构互相推诿 到底怎么样真相也不太清楚的 社交媒体在奉计 所以现在一看到这个巨峰又来了 上一波还没搞完 这波又来了 啪的不行 我们来看一下坦帕 这个是市长 上电视CNN 向老百姓明确喊话说 不是给你们夸张的描述 就是如果叫你们疏散 你们不疏散 那就是个死 我们再次强调 这是CNN 是坦帕市的市长 向市民喊话要他们疏散 为什么 因为自由 私人财产 什么都不可侵犯 就是你要我疏散 虽然说强制疏散 强制疏散 我就得走 那确实有老百姓行动不变 或者我阻碎什么着 或者怕吹完了之后 被人家抢了什么值钱东西 挪不走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不搬 因为现在出去的路全部被堵住了 整个高速公路全是人 所以干脆搞点什么沙袋 全部堵住 把自己家什么搞点木柄啥的 期待飓风之后能挺过去 人事长直接说了 等着你的就是个死 对这点 弗洛里达州长Dissendis 是明确发表了 对全州老百姓的讲话 如果有那些没钱的 但是要逃命这么重要的 你指望什么私营公司 这个时候发善心 偶尔有几个有良心的 这时候好歹要什么 为国家着想 要救救人的 或许有 但是你全只望他们是不行的 所以说还推出了 假如没钱 但想撤离的 他们专门提供一个优惠码 就进入打车软件 你输这个优惠码 免费有人接你走 但大部分的老百姓 反正对于政府的救灾 估计是不抱什么希望 因为Dissendis 发言里面最后也说了 虽然我们会提供一些救灾 但是你和你家人的性命 现在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你也不要太期待 所以看到高速公路上面 这些大牌长龙 全都堵了人 开始俯瞰一条公路拍过去 根本望不到头 原因是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两档挡政 大家看到了 在乔治亚和天塔西附近 之前吹风 两档是怎么挡政的 吹的好像是他们负责 但是援助就是 到不到老百姓身上 那么现在这一波 估计同样的戏码 是要上演的 为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考虑的 还是不要做 他们政客牺牲的筹码 所以这回看见 知道这个米尔顿来 五级巨峰肯定会造成 非常大的毁伤 那么Dissanis在做的是 虽然明确自己的州 肯定要好好的保护 但是另外一方面 知道哈里斯要过来了 想方设法要避免 哈里斯在自己身上 蹭到任何的领导光芒 哈里斯现在名面上的官方身份 还是副总统 另外一个身份是 要选总统的候选人 但是Dissanis已经 宣誓无限忠诚 要给董王了 所以说你既然要支持董王的话 你作为一个州长 他作为副总统 理论上哈里斯还是副总统 要下来什么指导指导 要慰问慰问你这个州长 你要跟他有接洽吧 起码要握个手什么的 所以对于Dissanis来说 一方面要保证 对于董王的无限忠诚 万一董王选上了 那么因为这下 非常合适的表态 对于民主党的抗拒 就能够之前也出来 选择董王分庭抗礼的事 能够削弱一点 对他的打击 所以他这边选择的是 尽量避免跟哈里斯 有任何的接触 领导光芒 也不让他提前能够蹭到什么 之后万一有 说什么弗洛里达 就在布置有功 等等这样的功劳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他现在真的明确的 去跟哈里斯刚 那万一这回董王没选上 你Dissanis刺头是吧 你当初怎么得罪哈里斯的 我要给你算总账 那有你好果子吃 你一方面的董王没选上 那当初当马嘎叛徒 跟董王分庭抗礼 那这些马嘎的选民 董王不会帮你说好话了 你肯定要自己担着 你这个票肯定有问题 中间路线 现在哈里斯跟董王在选的 你当初哈里斯来慰问 你这董王里达 救灾的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很刚 你不是死在董王的吗 好有你好果子吃 所以Dissanis来说 现在做的这个行动 就是颇有政治智慧 假装看不见哈里斯 哈里斯只能虚空宣布 自己救灾了 怎么宣布呢 FEMA跟老百姓说 这750美元 这是国会去罚钱 但是哈里斯就宣布 老百姓觉得 这是哈里斯 拜登政府怎么着搞的一个钱 这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五级飓当前 我们看一下CNN 白宫新闻秘书 让片尔跟汽车表示说 当时拜登总统 要去视察什么灾区的 邀请了Dissanis出席 但是他呢 不愿意跟总统站在一起 现在这个副总统呢 又去打电话给Dissanis 说什么要 什么灾区 怎么部署的 需不需要联邦政府支持啊 等等 需不需要什么慰藉帮助啊 那么Dissanis呢 电话打过去他没接 大家注意啊 这个很不一样啊 电话打过去 他没接 跟你接的电话在撂了 或者接的电话打了什么 这个关系完全不一样了 我刚刚已经说了啊 这个跟哈里斯的接触 但是接触不行 不接触也不行 那么比较聪明的一个选择 就是假装没听见 你不能叫醒一个 假装在睡觉的人吧 记者在说 Dissanis 副总统给你打电话了 Dissanis直接表示 什么电话啊 没有这个电话 段无此书 怎么能说有呢 是吧 然后在善与欲来的 另外一方面呢 之前受灾 什么物资都没收到的民众呢 现在终于啊 我们看啊 娃婆靠人走 马背 ATV 给这些老百姓呢 终于输送点物资 老百姓其实要的还挺多的啊 人走的方式 什么呼吸机的 什么能源啊 这玩意根本没办法解决 呼吸机啊 还是相当重要 老百姓在那哭的 然后呢 实在没办法 只好选择像美剧里面 经常拍那种 什么漠视僵尸剧一样 老人走不动呢 重力号 所谓的留下来留守 然后年轻人啊 带上能走的什么宠物 去寻找出路 旁边就是刚刚被冲出来的大河 整个路踏成这样 就年轻人带着个宠物啊 去寻找生机 老人呢 那个什么需要呼吸机的 是吧 有没有来养病的 在所谓的什么田园木哥的小屏房里的 就是 所谓的这样留守啊 真的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结果呢 在这样根本就送什么物资都很难送的地方 还出现了这两天非常热的一幕啊 一个写的叫Donald Trump News 他不是董王自己的这个账号啊 是专门放董王 或者说被认为跟马嘎相关 马嘎会喜欢看新闻的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播了一个这两天非常令人痛心的视频 是在北卡灾区啊 好不容易搞点物资的 天上有个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啊 它不是叶片在转吗 它这个叶片高速乱动的时候 产生相当大的气流 用这个气流似乎好像有嫌疑 破坏在地上的救灾 搭那些什么帐篷啊 把地上那些救灾物资啊 给吹掉 那么相当符合马嘎认为 联邦政府现在就是阴谋 希望红州老百姓死 拿不到任何的什么物资 用什么FEMA来阻止 别的那些想要援助 这个州的民间组织 那些救援行动 这些没有证实这些阴谋的 但反正马嘎老百姓呢 现在是这么绝着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好几个细节啊 现在这个直升机呢 过了20小时被找到了 在这个飞行记录 他们有专门的网站 说是什么康涅狄格的国民警卫队的 那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呢 难说啊 有一些说什么不小心呢 因为理论上来说 能在这个时候进灾区执行任务的 你应该是比较了解到底怎么去 你要执行什么任务 你应该避免什么东西才出现的 不应该出现这样非常低级的 你明知道底下的救灾呢 搭的帐篷都是简易的玩意儿 然后你偏偏要在这个地方 说是什么 准备在这个地方降落 你看看底下全是堆的物资 全是简易的帐篷 你要在这个地方降落 谁信啊 你就是接到这样的命令 那你这个飞行员没有自己的判断 这个地方适合降落 你不能在别的地方降落嘛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认的 那这个如果你不认的话 马甘的阴谋论就上来 认为这些联邦政府 试图用直升机 你运到物资了是吧 我用气流来给你破坏掉 这个直升机事件呢 有两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无论什么立场啊 第一个 谁在开这个飞机 如果被找到的话 估计要指控的 估计要判刑的 那么第二个例子 这件事情很严重的 加剧了现在受灾的 没有得到他们希望救援老百姓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因为在老百姓的言议 直升飞机的东西 虽然富人也有 但这种时候能出现在 灾区的直升飞机 现在查出什么国民警卫队的 你说跟政府没关系 谁信啊 而且能这种时候派到灾区来 这是什么等级的飞行员 他自己拿到不知道 这个地方不应该拿这种气圈 来破坏救灾的吗 为什么这么做 还不是收到什么指令 所以说这件事情 极大加剧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是无法消除的 再有一个呢 现在又是弗里达要遭灾了 之前的红州互助 这回又是非常明确的写现出来 之前也有 德克萨斯出手了 德克萨斯州长签署命令 全力支持弗里达 这八点是派人派装备派物资过去了 有朋友可问 联邦政府没协调 你怎么能过去了 因为他是州和州 州和州可以签这样的协定 说万一你遭灾了 我来救你 这里肯定是什么 不让民主党吃到什么功劳 不然的话 明天说不定哈里斯要商店是说 德克萨斯他们去帮弗里达 是我协调的 你看像费马印度管理局 明明是国会七百五 他来宣布一下 搞得好像是拜登政府来给七百五样 德州州长假如不说这嘴 不发一个非常感人肺腑的 我们要州和州互相保护 那哈里斯不会出来说是他来协助的 所以说底下老百姓明确发言 说既然我们州之间这么亲密 有爱 我们能互帮互助 还有什么联邦政府 对这个问题 你看美国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这是不分国家的 对呀 你认为有德州帮你 互相什么北卡 什么乔治 反正也是现在就是人背马刚 也是附近人戴牛仔帽 直接是揣把枪是吧 我看看哪个联邦机构来拦我 我们老百姓结成一条心 我就是要去送援助物资 你还期待什么联邦政府 那为啥不将他们竟然唱一些 南方将再次伟大 帮连齐在竖起来 干啥不呢 对吧 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清楚 共和党这边表现出团结 表现出民主党这边 政府联邦政府根本不可信 那民主党这边媒体 当然也要发力 在社交媒体上面 也出现这样的 也是受灾民众 也可能不是发力 真是受灾民众觉得 吃到了联邦政府的甜头 共和党这边的撒网 情况就是这么的混乱 我看他树立一个中指 说马斯克正在打压 限制他的账号 他的推特上面发的 说他希望每个弗里达的人 都看到他这个视频 里面奖励大队 说什么联邦政府好 应激管理局好 马斯克共和党 都是混蛋 他们才是骗人的人 但是从流浪上来看 如果是马斯克 真打压他的话 他不应该出现在 但如果现在 苏尔海伦这个飓风的话 他这个推荐 直接出现在最前面 所以如果是马斯克 或者推荐 真的想打压他的话 他不应该出现在 推荐会这么前面 另外一个 就是卫报 这样媒体也发工了 找了哈里斯 拍着照片 灾民向Guardian表示 董王来是作秀的 哈里斯来是thehelp 哈里斯来能带来帮助 那么这个东西 见仍见智了 因为哈里斯现在 确实是美国的副总统 对吧 真的论他俩 给灾民带来什么帮助的话 站在老百姓的视角 不要什么党 跟什么着 跟月薪三千有啥关系 反正拖腰带口 反正要堵在高速路上 是吧 你往来没逃出去 援引坦帕市长那句话 反正都会死的 这句话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在美国当官 是不是还挺容易的 你要放在一个 别的什么国家的政府 你对老百姓 逃不出去你就死 什么话 这种人怎么能够当官的 偏偏在美国 高速公路上排队了 你也没有哪个人看 CN上面出了一个话 这个主持人都 哇 就觉得这种话 你也敢说 是吧 老百姓怎么样 去讨伐他 去弹劾他 写什么联名信 扒他祖坟什么东西 这种事情都没有的 是不是在美国当官 就感觉特别的 你什么话都敢说 然后老百姓就觉得 也没有怎么样 我们对政府 也确实没什么期待 你怎么去解释 就理论的调整框框 地上天国那些东西 有太多的高德大能在讲 但是老百姓 我们说实话 还是比较关注 眼前发生的社会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谁来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说对老百姓来说 我看到非常值得分析的 一个是 还是问国会 比较有用 什么共和党 民主党都靠不住的 这种时候 老百姓只能靠自己 要么找国会 找那些什么参议员 中议员 因为这帮人都是有选区的 你们老百姓 当然给他投票了 不然他上不去 这时候这些人 缩到哪去了 缩到哪个地宝 找人飞机 被人家接到哪 老百姓水深火热 这些政客在哪里 他们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的 这个才是最 站在民众的角度 最应该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FEMA's not running out of money because they're diverting it towards the border or for immigrants they're out of money because Congress doesn't give them enough fucking money if you're mad about the cap being set at $750 for emergency assistance or that they're running out of money call Congress take that phone you recorded that video on and call Congress call your senators call your representatives and let them know there needs to be supplemental emergency funding right now there needs to be a disaster relief bill right now I would have loved to see this level of outrage and anger and righteous indignation six years ago when it took Congress 12 months to pass a disaster relief bill after Hurricane Michael the way that some of y'all will just get on the internet and say absolutely anything I don't know what goes through y'all's heads you're like posting these videos for money for clout for your own selfish reasons to suckle at the chode of some politician who doesn't give a about you they don't give a single solitary goddamn flying about you 好 所以这段发言 相信各位 展示了一个 不同的角度 以往我们平常说的 就是这些东西 好像党争了 好像就是一个 二元化的问题 真正老百姓 也有自己的心声 觉得别管哪个 跟党没关系 你们这些人 在那党争 反正哪个政客 都不可信 都不把老百姓 放在心里 老百姓死活 都无所谓的 甚至甚至 更让这些群众 气愤了什么 他们马上就要遭灾了 之前受灾的群众 现在靠走 刚刚喝上水 这样的事 登不上头版头条 头版头条是什么 全力支持以色列 为什么 大家看他时间 我录这个时候 是10月9号 那么他们那边 是10月8号 事实上这个事 发生在一天前 那就是我们的10月8号 他们的10月7号 10月7号 那这那一些国家来说 那是宇宙诞生之日 一切都从10月7号 开始算 所以说头版头条 当然是全力支持以色列了 所以这些灾民 你可以想到他们 别的意论是什么 说我不想什么 支持乌克兰了 你们为什么要拿 几百亿去支持乌克兰 我的家被冲霉了 妻离子散 我的孩子现在失踪了 居然不去找 我不想撤离 我的老娘 呼吸机在家里 走不了 高速路全堵了 不知道怎么办 你们还在关注什么 乌克兰以色列 这是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 但是非常遗憾 他用这位的话来说 政客根本不在意 老百姓的死活 他本头条 依然是全力支持 以色列 明记10月7号 带来的苦难 大力支持乌克兰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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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